安波华语足球快训 2022年12月1日 阿根廷完胜波兰 周四凌晨 世界杯戏组最后一轮迎来交锋 波兰和阿根廷交手 上半场阿根廷占据场上绝对优势 利安努 美斯被施萨斯尼冲撞获得12码 但是利安努 美斯的12码被施萨斯尼江攻不过扑出 上半场双方都无法破门 下半场阿利斯 麦阿里是打打破僵局 祖利安 爱华里斯在下一城 阿根廷持续控制局面 最终阿根廷2比0战胜波兰 阿根廷以C组投名的身份进军16强 比赛开始10分钟 利安努 美斯左路突破下底后左脚射门 皮球被施萨斯尼撲出 33分钟 安阻 迪玛利亚开出右侧脚球 皮球直接转向球门 施萨斯尼将球单掌托出 35分钟 阿利斯 麦阿里是打中路途径直传 祖利安 爱华里斯射门被扑出 祖利安 爱华里斯在船后点 施萨斯尼出击尸首将利安努 美斯打倒在的 随后VAR介入 求证去场边看回放 回来给了阿根廷12马 38分钟 利安努 美斯来主罚 12马被施萨斯尼撲出 施萨斯尼连场撲出12马 上半场战敗 波兰和阿根廷均无法破门 下半场 阿根廷迅速打破僵局 46分钟 安阻 迪玛利亚分边 拿侯尔 摩连拿船到门前 中路的阿利斯 麦阿里是打墙点破门 阿根廷先下一城 1比0领先波兰 67分钟 阿根廷年轻球员之间的连线 21岁的安肃 费南迪斯助攻 22岁的祖利安 爱华里斯的球后射门 皮球飞向球门死角 阿根廷再下一城 2比0领先波兰 73分钟 利安奴 美斯直传 祖利安 爱华里斯单刀打在边网上 86分钟 波兰后卫回船送礼 拿达路 马天尼斯获得单刀机会 射门稍稍偏出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阿根廷二球完胜波兰 两队分裂小组第一和第二 西手出现 感谢你的收听 谨记关注我们的频道 还有要点赞哦 最终全场比赛 斗 幅 幅